今天是順天之命的時間 是說這麼複雜的事情 其實那樣東西大家都要知道 大家都會可惜 為什麼沒有了虛冠見 沒有了譚詠 不是說他們釘了 意思是說沒有的後來者 但是外國是不斷有不同的新人 你要記住一件事 什麼叫霸權主義 香港的唱片界或創作界就是霸權嗎 不是 唱片界和作曲界沒有做 或者是音樂界是不會做這件事 而是有主導的媒體做這件事 說的是TVB是有很大段時間 是在用這些人 只要他有一段時間 阿士跟他打官司 就說他簽死了一些藝人 不讓他去其他地方演出 你不簽TVB 你不想來唱歌 你記得 你有一首新歌出 你想在TVB那裏出個勤歌金曲 或者你要在歡樂今宵那裏表演 或者你要在我TVB任何節目那裏演出 你要簽了我的合約 是我的藝人 你才可以在那裏演出 曾經有人就這件事 都打過官司的 告TVB說他這種 壟斷 但告他不進 因為說香港自由經濟 不會干涉這個合約的問題 當然知道一堆廢話 當然是那些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招 當時也都推動了那個事業 去一個高峰 即我們不可以否定說 TVB是有那個影響力 即是滲透到家庭 令到你紅 他看到自己有這個好處 而他要用盡這一個方式 來控制你 嗯 所以後來 後來就是到了你說的RI 或者是Cash 或者IAPI 去跟TVB計算 即是你現在D100也好 我們港台也好 以前都要付很多錢這些版權 是啊 不是說唱就是唱的 嗯 那你要付這些版權的時候 那TVB計算 因為他用了畫面來配這些音樂 那個叫做Synchronization 即是同步廢 是比起其他的單純的表演 或者單純的聲音的播出 是貴一些的 嗯 那所以就起了一個爭執 就是TVB不想給了 其實不是很多錢來的 就是對於一個這樣的企業 但是 就是如果他 你又簽了我的artists 就是我做唱片公司 你簽了我的artists 然後你又用了我的那些產品 然後又不給版權費 就是我沒有飯吃的 那怎麼說得通呢 但是TVB為什麼可以不給呢 憑什麼呢 就是不肯打官司 之類的 之類的 是啊 是啊 我捧紅了 是啊 我捧紅了你的歳號量 是啊 是啊 不要隨便計較了 是不是呢 你這首歌我幫你 這個星期不同頻道 播一萬次 接下來 勁果金曲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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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計順一點 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 那 可能真的不可以 不是啊 他不是計我 我三分鐘廣告 你知道多少錢 是啊 當時你TVB 哇 三分鐘廣告 三秒廣告 都說過百萬 所以站在不同角度 會有不同的說法 你現在作為一個 就是一個媒體的管理人 那蔡子你都明白那個 內裡那個原因 你站在哪方面都有理由說 但是我們不接受 你應該是一個自由創作的環境 自由的演出的環境才行 嗯 就是你有個選擇權 你是個媒體 就是你做這個節目 我的選擇是一種品味 是一種我知道聽眾 或者自己有他想聽的是什麼 我才選的東西 在這個節目時段那裡播給他聽 那如果 那是你唯一的權利 但是 你說你說 師傅 不是說你要他生就生 要他死就死 那他有這個呼風喚雨的能力 譬如說去回民生一些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大家都會想買最好的產品 回家煮的 那大家會發覺 為什麼去百佳和惠康 百佳有惠康沒有的 甚至乎 為何那些貨在City Super 才有 或者在一田才有 維康百佳又沒有的 其實所有東西 他們都是說 我開店要給租 我給租 我給租 我放你的貨在賣 為什麼 我給你便宜一點 四折 四折 不行 不要 我送兩箱不用錢 你給伙計吃 不行 其實都是爭 然後 慢慢演變出來 有上架費 然後 又適合道理 大哥 我這麼多貨 不是賣你的 怎麼解釋 我的好買 是我幫你賣紅 你那隻 什麼 什麼 鹹蛋 魚皮 那些 不是我 哪有 你買到這麼多貨 大家懂得做 然後就越按越低 越拿越什麼 越吃越深 然後就說 大哥 你比華秀的狗 不跟你合作 我去一田 我去CD Super 然後 你擁有店那些 就變了 好像是 有個優勢 是你多人買 但是 給你貨 那個 又不是什麼 你反過來 我是LV 我不是鹹蛋 魚皮 我是LV 接著白街衛康 跟我說 不如你放一個LV 手袋在我買 你都瘋瘋瘋的 你那裡超級市場 我們要放一個LV 在那裡買 你也很愚蠢 你也 變相 究竟誰的力量大一點 但是 其實 那個 就是我們說 聲音和影像的傳播 你都是要靠這個 大氣電波 或者這個數碼的系統 就不同其他的分銷 或者發行 你可不可以開一間 譚詠麟專門店 可能都有他的朋友 去買 但是你要開連鎖店 那你就不行 是吧 應該最厲害那時候 是 譬如成龍 成龍是那時候 香港旅遊大使 他在星光大道那裡 有一間店 是啊 成龍專門店 這樣 是啊 那你 星光大道那些 都是想 東方魅力的 都是想 將這些 這些次文化 譬如成龍 譚詠麟 這些 組合在一起 去做一個品牌的餐廳 做一個潮流出來的 當然說是最容易的 陰陽關係 大家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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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行衰迷 還是什麼 接著就開始糟糕了 接著就沒有人看了 哎呀 你沒有齊逆遜 不看了 這樣 接著 你其實都是會互相影響的 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不是說有層遜遜別人就看 或者沒有層遜遜別人不看 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那個社會不是只有一面 不是只有屏幕的 你有很多事情 有生活 有其他媒體在推波助瀾 包括我們那些媒體 接著那個唱片公司 如果是簽了經理人約的 接著那個經理人都要開飯 如果沒有TVB 那我賣點賣少了 其他地方 我叫他去亞視也好 那要化妝梳頭要錢 不合比例 以前去TVB 一個小時有1000萬人看 那怎麼搞 不要鬥氣 想想辦法 突然間有人舉起期 大陸五星期 喂 做數一億 那不如回大陸 回大陸就放棄香港市場 為什麼會導致放棄香港市場 你又不給我開飯 我又開不了飯 那我唯有走投 香港市民 I'm sorry 廣東歌 不唱著了 拜拜 你剛才說的 市場擴大之後 我們自己在香港 怎樣去守住 我們那個供應的 還有創作的環境 是需要有些人去想 還有有些人是要拍心口去做的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沒有的 我們其實是比台灣差很多 台灣你說怎樣都好 很多 很多 它還是守得住的 不是什麼政策問題 是它那個本身 它行之 放作風氣 和那個業界的規矩 大家是很清晰的 它有很多電視台 你每個人都可以上去 你上去就收錢 你不可以不收錢 它是規定 你可以收少些 但是你可以上去 不會因為一些利益關係 你上來我給你500 然後另外一個 他去阿塞那間500 我又400 喂 那你搞一下搞一下 是啊 我整個台300 是啊 然後那些歌聲又頂爛市 其實你慢慢就變成 做壞了整項 後期我們 我做到 還在老機構的時候 都會把那些化妝 梳頭那些去想辦法 還給他們 有 找贊助 或者之類 就是叫做補貼一下 讓他們減輕的負擔 所以就變得越來越貴 就是那個負擔又越來越貴 那可能 就是 你以前就 因為有唱片賣的時候 唱片公司來表演 就可以作為一種宣傳 就是借了你 那些順天之命 這個平台 我來唱一個歌 會令到我賣多十隻碟 所以我這次要那架明星車 或者是那兩個 沒有來賣多十隻碟 就不在他賣多了 就不負擔了蔡浩良的錢 我爭取來唱一次 因為我可以多賣10隻 是啊 那當大家打和 那意思 就不是說 洗黑錢 給了3千元 蔡浩良 走來唱一次 明天又找他来唱一次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说的师傅是 搞错了这件事 还有你看一下 接下来的香港娱乐界 或者电视界 那个运程是怎样呢 其实都不用计算 既然没有人创作 没有人找食 因为你这行都 找到食物都回大陆 你没有播种的 没有播种当然没有收成的 其他那些喜欢唱歌的 怎么办呢 TVB又不会玩 阿市又收拾了 Cable又没什么制作 Viu好一点 但是都容纳不了那么多 接下来大家向KOL发展 网上发展 因为现在有网上平台 个个都可以做KOL 个个都可以在YouTube上开Channel 个个都可以月份形式去收 但是这个是方便 但是是不是可以维生呢 就不知道 没错 现在你看 你看TVB都衰到做二次创作 是吗 TVB做二次创作 什么时候啊 哦 就是唱陪着你走 陪着你走 很多只的了 已经很多主题曲是这样做的 快靓正 那就是了 你都要走一条这样的路的时候 你认为这是一个对创作人合理的举措吗 没有的 就是差不多你说那些街边保骸佬是一个色微行业 其实香港做创作的那些都是色微行业 因为你找不到吃的 就是除非你好像陈八强那些年代 这样家里都有些水啊 有大学毕业啊 那你付兴趣 那你才可以保持住 就是香港如果踢球 接着疫情之下没有得开的 那唯有去搬布 以及炸的士 平时都已经要的 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光荣的行业 那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呢 就是刚才师傅都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大家争备不够数 有一些叫做很凶狠的霸权的条款 那大家就一拍两散 那一拍两散 还有没有人做这些行业呢 不用疫情也没有人做了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香港没有了自己的半土创作 再也都不会有许冠杰这个潮流出现 也都不会有这个越语越曲 加上西洋的一个新的潮流带领的话 那你留言社民那些人说 现在我们听回一些合时的 不离地的歌呢 会好过听一下Sam了 就是我想请问一句 写的那个人的话 请你解释给我听 何谓现在有一些叫做合潮流 又不离地的歌呢 可能有一两种 但是如果你容纳不了Sam 也都不出来唱的话 你其实很可悲 你应该想回就是说 咦 为什么以前Sam这么厉害 现在没有Sam这些人会出现呢 就是反而就是说 究竟谁扼杀了这些发展呢 你写文要骂的 应该写去TVB 写去唱片公司 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将香港 原本这么蓬勃的创作空间 已经将他宣布成为一个 色微行业 是啊 我们当年在那个 广东哥那个慈叹里面 真的很多位大师出了 很多 那当时有需要 是啊 真的那个产量 真的是高度不得了 你看黄尖 盧尖 郑国刚 林郑强 这些真是真是厉害 莫说话 我来说Sam的 例比特 这些全部都是 广东话是一个谎言 而可以令到那个行业 走到这么大 是鬼佬这些国际公司 是看不出 为什么你那个爆发力这么强 是啊 那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那个时间 我举多一套 就是许是兄弟的电影 去就是叫做尝试扮一下总结 鸡和鸭讲 鸡和鸭讲的故事就是 就是许冠文呢 就是和张亚嘉是两夫妇 就是有这个传统的烧鸵店的 原本当然是很生意 很光辉 但是接着就是缩骨 又不清洁 接着用那些布 又骚髒了 还有老鼠之类 好 打算只是做街坊 所以搞定 需要搞这么多东西 然后又不要求那些科技做这么多 正正可能就是那些TVB 脱缅公司 不求创新 已经忘记了以前Sam的烧鸵是多么好吃 看去对面街发觉 以为有一家丹尼烧鸡 炸鸡 接着怎么办 丹尼炸鸡 接着有吴启华那些 当然大家火拼 新东西进来 香港其实你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没有本土错错 你没有烧鸵 那韩风就进来掠掉你的水 日本那些就过来掠掉你的水 迟些可能连新加坡 马来西亚那些星 他们本身还有生产 就过来香港掠掉你的水 香港 翘起来双手 好 没得打了 收工了 对吧 师傅 是 其实那个道理 常常重重复复都是这样的 你特别在这些大众文化 那个创作那个范畴里面 其实分利是很重要的 不是某一个人读得 我写了一本书 如果出版商不跟你出版 如果那个化行商不跟你去店铺 然后不在那些好的书店那里买 你根本写得多好都没用的 可能一百年后有人发作 一百年前有一本好的书 你拿来看 是啊 因为 一样 因为太多出现类似 这个 就是那些 叫什么 缩骨那些老板那些 给个机会 我帮你出版 投200本归公司的 然后那些才要每本拆回一本 不是吧 我打算买200而已 给个机会你 捧骨你吧 你个人都是这样 不用开饭 现在做歌星 连唱都没懂唱 老板跟我出版 出单曲线 是啊 或者反过来 反过来唱片公司 你想出版 你有没有60万 有我帮你出 都有这样的情况 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究竟是做生意 帮别人梦想 帮别人打起机 还是什么 喂 大佬 那些你要投资才可以捧鸿一个人 所以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不健全 就是我们不可以抵赖它下去 说是个社会不安定 或者是疫情的影响 而是令到它坏 而是这个坏 是早在这些事发生之前 是已经坏了 就是现在就到租 火技 人工 这些东西 就直接影响了 那接下来的那个 就是经济的问题 我在年初的时候 就是说庚子年的时候 已经是讲了这个问题 希望这两集大家回忆当中有所反思 疫情就快点过去 大家可以 適微行业希望重生 我也很希望的 因为我们有那种感情 是的 还有你一个地方是需要自己的文化的 对不对 没错 好了 先说到这里 师傅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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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